好了,接下來是有馬的本命 不是,你推我去看而已 我很意外你沒有看 這套是現世賢,二代目 二季這句是錯的 大野入面,你就看了自己 我們有第二季,有OVA,嚴格 這個是第四季 其實在《偽良版》說的,這套作品有幾個圖片 我不理會他 然後有人說,這個有偽良的,我看看 其實一看誰就知道是偽良的 可以了 你很厲害,可以了嗎? 對,我看你了 平常買了給老闆拍的 這套東西簡單一點說 如果有看過初代現世賢 最簡單,基本上一班都是老人 所以裏面就靈靈寫寫 兩條女兒就比較特別 他講的第一季會是一些比較傳統講宅話題的 一些學部類型的東西 譬如有Communicare,賣東西 那類的Courses 全部類型都有 只不過是一個有別於動畫 比較添碼、閒通的東西 他講一些寫實一點的東西 但是問題 他隨著他去到二代目 他不是第二季 他講的問題就是 那班人已經畢業了 因為作為一個大學的學部 那班人畢業了 然後繼承下來的 就是上代會長的女朋友 即是比較後期加合的一位女性部員 不過問題就是 除此以外 慢慢因為那班兒子全部不失業了 剩下那些幾位敢有的成員 都是女兒來的 去到招收部員的時候 虎無對策下 就擱出一個漫畫奇招去吸引人 結果因為畫的畫作 都是一些非常女性向的 就是戰國風雲儀的美男子 那所以呢 所以吸引回來的都是 婦女 那婦女也不是問題來的 那問題就是 有一個很男性向的宅部 變成了一個很女性向的婦女部 那所以就說 整個故事的走向 就有少少跟第一季有個落差 我沒有看第一季有跟第二季 其實第二季故事 我覺得一般就不太特別 因為我不知道有些人的關係 我想這樣看 很普通的 第一季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承接 你不需要你第一季 我知道有些人 應該是之前的前輩 但是不知道他的故事 那不算 先看著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又馬會這麼有衝勁 他看呢 或者為什麼會推他去看 有魏梁啊 你也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因為進來後 他有新的部員 其實有三位 那三位全部都是女 那最美的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原來是兒子 錯 有兩個半是女的 你搞錯了 什麼叫兩個半啊 阿森 你想說 算了 那些 你不要這樣 壓迫人 那就是兩個人 一個是魏梁 那最好笑的就是 他進來的時候 有個情節 就有個位置 就好像 勾跌了 那個假髮 的小小 於是就發覺 那是魏梁 那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大家留意這個OP 已經會覺得 根本 那個魏梁 就是主角 哈哈 在OP的角度來 應該很明顯地說出來 所以其實 你看到他之後 第二 第三話 其實都會 圍繞他的話 當然 大家不要以為 說 我不好魏梁 我不是魏梁 我不是變態 我不是 我不是 這句話 對不起 我不是說 我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 不是 我魏梁不是變態 說出來 那你這句是 等等 弊勵下去 不是說同一件事 只不過你自己 把那些箭 插在自己身上 你當然說 那 所以 怎麼看 我看不下去 我不好魏梁 我不是變態 那問題 他不是一個 純粹 女性向的角度去說 當然 你無法否認的 就是說 現在一個年後 或者說對上幾個年後 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些什麼 日本的詞匯選舉 你會看到一些字出現了 例如 歷女 那些類型的 其實也很反映 一件事 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 這個男性向 不斷地被人壓榨下去 這個黑子本 開始 很恐怖地 不斷地膨脹 這些問題 女性向的市場 抬頭得極度恐怖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 作為一個男性觀眾的體態 可能很難理解 但是 就不需要害怕 他裡面 就不算有很多 很負的題材 就是大家 那就是負了第三集 有個男人 雙縮雙妻 那些正常 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來的 就是什麼什麼成什麼 那些公秀龜 大家都還是理解犯壞 那不會有一種 覺得 很女性向作品 那些 整堆美男 或者一些比較 戶心的感覺 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反而他那種 你只可以說 之前那一季 有些男性向 男性宅之間的 一些有趣故事 變成了一些 可能說 一些 偽娘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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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位置 接受不了的 例如說 他們說 日報的時候 大家說 不如我們畫個 形身的 簿 然後大家各自畫些 那些 那些偽娘 畫了一些很爆炸的東西 如果大家在虎之穴 去看《同仁之分類》 就會看到 這個叫做 藍之良 用這個 廣東話 廣東話 那類的漫畫 想知道是什麼 就自己去看 就不要 是說 真的 不過是會打格仔 是說 很僅有 比較少的部分 是比較突厚 其他都是可以接受 都是一些正常的 是我的接受 不是說有馬接受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害怕的 幾乎幾乎幾乎 幾乎幾乎幾乎 幾乎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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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法定我之前所說的 我第一季沒有看過 譚少佳就把我KO了 不過我想先說 因為我有看第一季 反而第二季 那方面 其實我第一季 其實看完 是不太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覺得 那三個前輩 是畢業的 其實他們在彈 那種出來 彈幕 對 那個感覺 是很 令到有些人 出來了之後 他們在大學出身後 感覺很灰暗 回來的感覺 整批人的感覺 好像 心不由己 那種感覺 給我的感覺 看得不太舒服 尤其是最後 加上我更加不喜歡 尖頭髮 那個女角 跟男主角拍拖 現在的現代會長 現在的現代會長 現代會長 一滴野 感覺實 那個我又不覺得 太大特別 現在的樹 又不覺得太大特別之下 雖然 起初 現時研第一集 頭那一段我挺好看的 但是 後面那一段 又覺得好像有點不知 反映現實 現在變成肚租疫 對 反映現實 即是 大學很開心 可以玩你 有興趣 但不然之後 社會出來做事 你的興趣會放下 就會變成了 就是踏入那一刻 看上去好像有點熱 好像不開心 反映現實 反映現實 也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 現在的第二集 可能是講回 父女向 可能也吸引到 第二類型的聽眾 就是觀眾 但是你說 可能 原本我們那些男生的觀眾 可能好像 不如放棄一下 之類的 但是好笑的 那些話是好笑的 他不是用 庫的角度來搞笑你 是一些 都是你開玩笑的角度去笑你 就不會令你覺得 很苦 很難接受 你說什麼火星話 不會的 你還笑得出 我個人認為是 最少 那我看看 怎樣 反而 始終我還是想 立刻想回 第一季那段時間 那些光景 會很容易做個對比 真的有機會 我看藝良 算了 不要理他 好 我們去下一集